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轮预选考核现在开始 第一批一百人 第一批选中之人进入前方黑色时事考核 诸位还有什么疑问 请问五道真谛的考核规则是什么 这世上竟会有人不知道五道真谛的考核 笑死我了 这家伙不会是一个白痴吧 考核供景观 诸位的精神力会被提升到极致 观察人籍到五地级别的真气变化 并用精神力进行控制 考验的是舞者对真气形式的掌控和理解 黑色时事外的灵灯会展示你们所在的观数 第一轮考核需至少通过四观 失败会被移出古南都外 原来如此 九天五地之后的境界 此考核是否也能感悟 他一个天机舞者 居然还想感悟五地后的境界 可笑至极 西北五国之人果真狂妄无知啊 不能 若没疑问 那便开始啊 这是 镇法家幻术 眼前这些形态各异的气流 应该就是一节的真气了吧 这是 真气粒子之间互相反映的微观表现 原来是这样 每一道真气都是由一种 或是无数种属性的粒子构成 真气的融合对抗过程 就是粒子间的结合和对抗 绝大多数的无成都无法观测到真气的粒子形态 而这五道真地靠合 却能让每一个无成都感知到真气的本质核心 不是吧 这秦晨这么快就不行了 这才是第一关人机真气啊 整个广场上失误的就他一个 简直笑死人了 听说这秦晨 本是一个连血脉都觉醒不了的废物 几个月前才突然觉醒血脉 难怪连人机真气都控制不了 这秦晨虽是天极 却连人机真气都无法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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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是马上就会被淘汰 所谓真气融合 其实是粒子能量间的反应过程 掌控好粒子之间的平衡 冲突的两桶真气就能平稳 居然稳定下来了 好歹也是天极污者 第一关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话是如此 但此人居然想和刘先宗弟子叫板 简直不知死活 绿色灵的亮起 这是全部通过了第一关 这秦晨在第二关居然没失误 那秦晨应该也快了吧 这秦晨居然还在坚持 不是吧 那秦晨居然通过第三关了 见鬼了 见鬼了 真气突破到真力 竟是这么一种过程 他们这是在考核中得到了感悟 要有所突破了 这三个石室应该是地天一 化天度 冷无双三人了 剩下的这个 那小子怎么可能 一个天际无成 究竟怎么做到呢 第五关了 第五关 考验的是综级的真力掌控 这几人能够进入到第五关 说明他们对玄机真气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这小子是怪物吗 居然以天际境界 完美进入第五关 这几人能以玄机修为 进入到五道真谛的第五关 只为他们而言 将是一场宝贵的经验 起码能省去数年苦修 这么长时间了 那秦辰怎么还没被淘汰 而且还是完美掌控 有人失误了 定是那秦辰 那个 失误的似乎是冷公子 冷叔公子 不可能 他可是天恒学院的天才 岂会第一个失误 怎么可能 这次应该是那秦辰了 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秦辰所在的黑色石室 出了什么故障 若是考核式出现了故障 那就可以解释了 定是如此 否则以他的修为 岂能冲到这第五关 踪迹境界 且没有一点失误 这可是确实出故障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我刚才说的 没错 倒是 秦辰不可能那么厉害的 没错一定是你 没错一定是你 太好了 少逐进入第六关了 这可是六节 尊级境界的感悟啊 得此机遇 怕是有机会在二十年内 冲此六节 尊级境界 可恶 我居然是三大天教终 第一个被淘汰的 这 除了地天一和流先宗子 居然还有人 进入到了第六关 那时事 不是之前的 五国少年的吗 怎么可能 这地天一和流先宗子 这地天一支是好运 竟然还没被淘汰 不好意思 静静 只可惜本少没能把握住机会 但比起二维 不可能 那小子怎么会坚持到现在 是 什么 果然 定是这考核室有故障 这么古老的东西 它肯定有故障 是故障 对 绝对是故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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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五皇之力 第八关也通过了 下面就是九天五地境界了 这就是九天五地境界了 清新 如此机会 我必须抓住 彻底领悟九天五地真谛 那小子第一个进军 其他人都考核结束了 还不出来 也难为他 因实施故障被困那么久 如今已是第九关 怕是快乐 都在等他一个 居然直接修炼起来了 为何这古南都一致 还不判定这秦晨考核失败 第一轮五道真谛考核 共三百九十八人通过 现在马上进入第二轮考核 那秦晨的考核室明显出现了故障 居然也算通过 这根本不公平 凭什么我们被淘汰 那小子的考核是故障 却能通过 如此 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对啊 这根本不公平啊 根本不公平 第二轮是阵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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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复杂的阵法纹路 这绝对超越了九阶的阵纹 此阵阵法压迫会不断增强 你们若坚持超过一个时辰 便算通过 现在考核开始 一开始压力就这么大 世上竟还有这样的阵法 不但对肉身 在精神里 灵魂 也有一定的压迫力 像是某种修炼方法 果然 这阵法压力并不丰盛 只有小心把握 不但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反而那魔力肉身 精神和灵魂 我的不灭身体 一直在第二重徘徊 就是借此修炼 足以让我的不灭身体 得到蜕变 这第二轮考核才刚刚开始 那秦晨就坚持不住了 事实太弱了 我就说 此人通过第一轮 根本就是走了狗屎运 那小子在搞什么名堂 我敢挨 此人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他这高用神 已经提挡不住了 看来也得催动一些真气抵挡 只现在怎么突然又没事了 这小子 这下总要被淘汰了 这古兰东医治到底在搞什么 这秦晨连续吐血两次 居然还能继续接受考核 怎么可能 我一个大威王朝天才 就会败给五国之人 这些鬼仙派的天才 究竟哪儿来的 八名天才 居然一个都没被淘汰 剩下的二十人中 这西北五国竟然还有八人 其实没什么不能理解的 那古南都一直说得很明白 第二轮考核 年轻武者承受的压力会小一些 那秦晨几人年龄普遍在十五六岁 承受的压力自然远不能和其他天才相比 奇怪 这家屋是故意没准飞的 这一篮我绝不能输 我 可惜了 天杜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不然不会那么快被淘汰 本少又是最后一个 看来这古南都一致也知道 本少才是玄州最强大的天教 依我看你们两个不如干脆认输 直接退出这古南都算了 换作是我肯定是没脸继续待下去的 季天忆 你不过是占了年龄的光霸 有本事 擂台再全胜负 输了就是输了 堂堂冷叔公子和刘仙宗子 不会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吧 你以为你是最后一个吗 此人不算 一同参加考核 为何不算 差不多了 不灭神体 已经达到了二重机制 肉身强度 也至少提出了五重 我身上的伤 居然痊愈了 就连以前的暗疾 似乎也愈合了不止 怎么回事 第三轮考核是留痕杯考核 每个人利用自身真气 对石碑进行攻击 只要能在这黑色石碑 十米以上的地方 留下痕迹 便算通过 在如此高度留下痕迹 怕是只有六阶五尊才能做到吧 这些痕迹 都是你们五国天才留下的 五国历史中 古南都出现过十九次 但这留痕石碑 还是第一次出现 如此说来 这留痕石碑 应该是因为某种特殊条件 才被击寒 莫非是这黑暗时代 之前的天才所留下的 想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首要做的 就是通过这第三轮考核 十米的高度 任何一名天际武者 都能达到 太简单了吧 难度 应该是留痕 古南都一致 先前说的是真气留痕 也就是说 只能施展真气 攻击十倍 武者突破旋即 真气足可切金断石 别说是一块石碑 便是一块旋铁 也能留下痕迹 那些天际武者 真气稀薄 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应该没这么简单 你们有十个呼吸的时间 感受十倍气息 好可怕的威压 果然没那么简单 要抵抗这等威压的同时 并留下痕迹 难度至少提升了一倍 时间到 开始考核 这威压只能限制我三成左右的修为 十米 简直轻而易举 起 天鹰谷张可 以天鹰谷分鹰身法 怕是在三十米之上 都能留下痕迹 附本 淘汰 我恨 淘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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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舞蹈真谛考核 是为了让舞者领悟对真气的运用 第二轮阵法飞压考核 是让舞者在阵法下淬炼肉身 提升自己 而这第三轮 实则是一种对灵魂层次的淬炼 这十倍究竟是何宝物 第二个 是黑玉城将王可造的一家里程 据说此人 曾一枪扎死三名天际后期巅峰的舞者 实力不凡 请问科夫使用武器 可以 好 起 陈上 我才是天际后期 能行吗 又一个天际后期的舞者 不用看了 以他的修为 肯定会被淘汰 可怜的五国之人 四王子殿下不必紧张 你只需将实力尽情地发挥出来 定能在石碑上留下痕迹 是个秦辰 他说什么 只需将实力尽情发挥 就一定能留下痕迹 笑死人了 我想起来了 此人自己也是一名天际舞者 这是在自我安慰吗 陈少都这么说了 那我一定可以 抵抗威亚 是最下诚的作法 真正的方法 是去适应威亚 让威亚 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你们看他样子 不会真以为自己能留下痕迹吧 太天真了 他一个天际舞者 体内真气都未曾得到过蜕变 凭什么这么认为 这家伙似乎有些不对劲 弱 太弱了 和之前我大卫王朝几名玄机舞者的攻击 根本无法相比 我就说这小子不可能 什么 留下痕迹 通过 陈少 我通过了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一个 又一个天际舞者 好像也是齐国的人 怎么回事 这大齐国选手都吃药了吗 我用尽吃奶的劲都失败了 这两个不过天际后期 也能留下痕迹 简直没有天理 是尤千雪 此人之前 似乎和那秦晨顶中过地心少主 若是被淘汰就好看了 此女虽然容貌一举 但没有自知之明 太不高 谁叫我疯了不成 二十七米 这是目前最佳成绩了 竟然出自一个天际舞者之手 这 这怎么可能 好灵力的建议 死与容貌绝利 我倒天赋也极为可怕 虽然脾气差了一点 不过我喜欢 难怪刚才脾气那么火把 果然有两下子 下一个 是宇文峰 他五年前就曾接受过 古南都的传承 传闻三年前便已突破旋起 梁国有传言 宇文峰将来必能突破五间 成为五国史上最年轻的 五宗高手 幽谦逊 我宇文峰才是五国第一天才 他这是要冲破三十米高度吗 不行了 不可能 我想起来了 据说此人五年前 就曾参加过古南都擂台大比 竟获得优胜 那我传承莫非是因为这个 有这回事 若此人曾接受过传承 那就说得通了 看来 在这石碑上留痕 并非纯看修为 也有一定的技巧 而五国之人 说不定就掌握了这个技巧 才有这般成绩 应该是这样没错了 一群废 丢结我玄州的脸 青云宗的萧金虎 仅次与我玄州三大天交 我就说了 五国之人如何能与我们大威王朝相比 若非他们之前便有经验 恐怕一个人连痕迹都留不下来吧 不自量力 妄图超越我大威天交 可别直接被淘汰了才叫好玩 很有可能 啥 竟然留痕了 怎么可能 五十一米 超出了之前最高记录十米 怎么做到的 终于轮到三大天交测试了 不知成绩会如何 打破记录绝对没问题 竟敢将我排在第一个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是天恒书院的玄机上等秘技 灵霄云天 传闻修炼到极致 可飘渺如天 踏云而行 我冷无双 岂会停留在这样的地 天树悬构 差不多了 再无上 恐怕会有意外 六十二米 不愧是我玄州天交 武国的废物傻眼了吧 不错 六十二米 马马虎虎 对你来说应该尽力了 狗舍之力 终于轮到我了 到六十米了 六十三米 不愧是流仙宗子 比冷公子还要高出一米 可恶 六十三米 同样马马虎虎 同样马马虎虎 不行 才六十三米 我岂能放弃 看到没 本兽才是最强天交 不过多了一米而已 产了后侧之力 装什么 不管你怎么说 三轮考核本少始终是第一 有目共睹 论成绩 那秦晨才是第一吧 他不过走了狗屎运罢了 如何能与本少相比 轮当我了 让我看看 这十倍的难度 究竟有多高吧 这家伙也不准备准备 就直接开始了 难道是想破罐子破摔了 好快 果然 这飞压是从肉身 镇压到灵魂 然能有一种 分不清虚幻和现实的感觉 三十米了 他竟然没被 留痕十倍的 威压镇飞出去 这等高度 即便是玄机无者 也难以承受 他怎么 所有天机无者中 成绩最好的幽天雪 也只冲到了 二十九米的高度 这秦晨是怎么做到的 都七十米了 还在上升 我的老天 不可能 对不起 我还想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看 飞浅踢云走 作弊 肯定是作弊了 刚才那秦晨速度锐减 分明坚持不住了 怎么突然间又往上冲了 想要做到灵魂飞行 只有七阶五王才可以 那秦晨才是天机 居然能够冲到这么高 莫非 这流痕石碑 来自远古的星空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是这远古时代 古南都的创立者 我还在进行古南都靠 会最新鲜 好险 若是晚一点清醒 恐怕就无法留下痕迹了 九十八米 这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能 作弊 肯定是作弊了 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完全想不明白啊 陈上 恭喜诸位通过了考核 进入最后的擂台赛 鉴于诸位优异的表现 我会给所有通过了考核的诸位奖励 什么 还有奖励 这种感觉 我体内真气似乎在蜕变 这是我古南都的天道神光 能够淬炼肉身 激活真气 我会根据你们之前的表现 分别给予一定的奖励 而能够提升到哪一步 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 我 我脱步拳机撞起了 太可怕了 这天道神光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怎么也无法领悟的功法 刚刚像是神了一样 竟然无比的清晰 我也是 我身上有不少暗机 竟然在这天道神光的照耀下痊愈了 可惜就是这天道神光太少了 刚刚有点感觉就被吸收光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南都遗迹吗 太可怕了 短时间内让这么多人突破 这所谓的天道神光 到底是什么 这天道神光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我之前 只将不灭圣体修炼到第三种 不灭圣体总算突破第三种 由此防御 面对我接的武咒 我也足以有一战之力 这天道神光太过珍惜 又是用来转化真理 得不偿失 真是用完了 九星神帝绝需要吸收的天地真气太多了 接下来的天道神光 用来提升精神力 这天道神光太过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你五国的人死 擂台赛之时 任何人不得破坏同伙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杀无赦 大师兄 这小子有点不对劲 恐怕实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 刚刚李坤云应该是大爷 没看到连血脉之力都未曾施展 像他这种自大之人 被废了经脉也是正常 此次最好别在对决中遇守 否则 我会让他知道得罪我刘仙宗的下场 陈少竟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看来我们也要更加努力了呀 好强的精气神 此人的精神力蕴含了部分精神攻击 没想到我的对手竟是一个五国楼了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周勋竟然遇到了一个五国弟子 也太幸运了 皇旗被威胁了 那么就让你见识下 你五国建民与我大威王朝的差距 看来王启明这段时间成长了不少 那叫王启明的小子居然在反击 周勋那小子在搞什么 不会是在热身吧 大威王朝的差距 山河掌 掌域山河 看到了 山河掌突现了 这王启明娃了 周勋的山河掌一旦全力施展 根本没有半点挣脱的希望 这可未必 什么 是刀意 没想到你竟然领悟了刀意 山河掌法 山河一旦 可以帮我败吧 那小子要败了 王启明要赢 小郑刀意 怎么可能 这家伙明明才十六七岁 竟然掌握了小成绩的刀意 我的对手竟然是他 此战 我必败无疑 只能认输了 我认输了 想认输 我还没惹身呢 四哥 作子殿下 太弱 真是无许 真是无许 混蛋 最有应得 肖战大人 把之前的丹药给四王子服务下 好 四王子殿下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们是 没事就好 我运气不错 看来 能轻松赢得一场啊 这可未必 我试试怎么知道 我会让你后悔 自己没有提前认输 竟然挡住了 荣言不孝 风转残垣 不好 臭小子 算你运气好 我认输 算你实相 冷叔公子 还请指教 给我滚下去 冷无双 看来大家是想从你这儿 碰碰运气啊 地天一 你给我挡着 我就怕你没这个机会 你 有两下了 就我这一招 可恶 可恶 天龙 引尽 承让 我 此女居然击败了左风 左风在我玄州实力不算顶尖 算她运气好 下一轮的优谦雪就没那么好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黄望 这宇文风不简单 这宇文风不简单呢 的确有两下子 靠万重天 这宇文风不简单 该死了 宇文风要赢了 宇文风不简单 另一宇文风不简单 卫 丢 运气不错呀 这么美的一个小妞 凌参 不要紧张 此人右脚比左脚重三三 应该修炼是右腿攻发 不要有朋友 遣走灵动 利用速度和他周旋 进攻他左侧空来 应该有很大几率获胜 小妹妹你放心 我会很温柔地疼你的 拉近 有个性 我喜欢 来让哥哥抱抱 肥学斩 尽回腿 天体散发 先人直入 不好 这回合 我又是第一个被选中的 十一字电剑 诸葛卿 诸葛卿以一手快剑文明 是不夜楼的杀手 曾在黑风同园一剑斩杀 五名选击盗费 这次不管那秦辰有什么手段 恐怕都要难逃败忙了 那小子竟然遇到了诸葛卿 可惜了 诸葛卿会让他知道 五国剑文明与我大威皇朝的差距 究竟在哪 一朝半夜 好快的剑 那秦辰不会死了吧 不对 诸葛卿的攻击落空了 那小子没死 运气不错 居然在诸葛卿出手的瞬间 下意识地后退 被他赌过 这就是你所谓的一招败路 不过如此 竟能赌开我的风卷残云 再尽我这招 你也是剑客 可惜在我切割剑一面前 怎么都没有 给我破 一把破剑 也想挡住我四阶避雷剑的冰金 太有个笑 好强的毁灭之力 莫非是毁灭剑一 可惜你再强 也不可能强过我的切割剑一 更不可能快过我的剑 再来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快 再来 这就是你赖以成名的快剑 太烦了 可恶 你以为这就是我最快的剑了吗 差远了 一字电剑 一字电剑 能瞬间刺出九九八十一剑 根本无法抵挡 九九八十一剑 这怎么可能拦得下来 剑速不错 哼 装神怒鬼 什么 全挡住了 九九八十一道剑光 一瞬间全挡住了 你怎么会出手这么快 这就是你的绝招 最快的剑 不过如此 本少让你坚持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快剑 这就是你们大威王朝所谓的快剑 可笑的井底之蛙 不知天之大 可恶 你得意太早了 是血脑 是血脑之力 你一见血脑 雷剑之蕴 上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绝对破不开我的雷剑之蕴 你笑我 雷剑之蕴 我也有了 虎剑之蕴 是 这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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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铁剑诸葛青 竟然败了 以雷剑之鱼 结败雷剑之鱼 这卿尘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哇 这秦尘不简单呢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他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实力 用这种方式 是想给我们大卫王朝天才 一个下马威吗 可行 大师兄 这秦尘太狂妄了 若是遇到我 定要给他一点教训不可 刘仙宗的花飞雾 盾上了五国的幽谦雪 听说花飞雾 是刘仙宗除化天度外 最强天才之一 那幽谦雪怕是危险了 没想到 我的对手 竟然是你这个贱人 以为自己是什么高贵的仙子吗 不过是个五国贱民罢了 装强作势 一口一个贱人 真正下贱的是你自己吗 成嘴 风花雪月 鲜手画肩掌 飞雪连天 飞仙宝 下足 给我 什么 风雪交代 涅槟 啊 啊 tera 啊 啊 啊 嗯 啊 啊 这些人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精密大卫王朝的天才 不便都要强上一份 你不是我的对手 滚下去吧 口气不小 你想找死吗 找死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可恶 一个个都不把本公子放在眼里 废话太多 手上剑真招 不愧是冷淑公子 但还不够 竟然破了我的煽动乾坤 鱼山关键 强火灰飞烟灭 煽物飞连 这就是天骄实力 只有这些的话 也太让我失望了 这恐怕 似乎和当初念无极事长的血染大法 有些相似 谁为我这一招 我血着 好重的火器 你们五国之人 竟然还敢修炼魔功 找死 给我败 北斗七死兴典 这点实力 也配在我面前叫嚣 这卖得也太快了 冷公子太厉害了 冷无双 退赴一个五国剑民 都要耗费这么长时间 你可真是给我们三大天骄长脸呢 哼 狠天刀法 破碎 断天斩 凝凝江山 再来 先以赵败你 看来王启明实力 提升了不少 刀意不但突破了小城 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能走多远 也就是自己 是这家伙 出手吧 本座让你双手 放肆 太嚣张了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这人太狂 太狂了 是 太冲动了 教子脾气一向如此 之前那冷无双重伤了楼 教子若是不怒才怪 罢了 由他去吧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龙争火动 随意一脚 就踢爆了天龙拳法的招式 怎么可能 小火步 灰龙向天 给我中 给我滚下去 什么 太弱了 我认输 这点实力 也可以在我面前叫嚣 你 王栋的权力一击 竟连此人的防御都破不开 此人的防御 难道达到了武宗级变 鬼仙派里 什么时候有如此可怕的天才了 此人的实力 怕是还要在我之上 怎么可能 鬼仙派宗主念朔等人 乃是被我大旗阻命 若这些人真是鬼仙派之人 怕是麻烦了 此人无论是修炼的功法 还是精神力 都极其可怕 这群家伙 绝非鬼仙派之人 可究竟是哪个势力之人 竟然冒充鬼仙派 武国中竟然有八人闯入二十四枪 一群废物 竟然竟然竟然这么强 二十四进十二 只要战胜一人 我便能得到传承 第三轮对决开始 王启明 你的对手实力不弱 记住 利用刀翼的优势 或许有一线成功机会 多谢缠绍之点 凌空 看来你的气运不太好 别浪费时间了 认输吧 结果尚未可见 别人怕你划天肚 我凌空可不怕 熊霸天虾 暗夜三极 划心长 急战天下 气质不错 可惜还差太远 可以先知 划天肚 再借我一招 横扫八卦 这一招 是我前期三年多苦练的绝招 多亏古南都的天岛神光 才让我彻底留 哼 小炕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我败 你以为凭借这一招就能败我 汉术 他给我灭 什么 还要继续吗 你赢了 不愧是华天肚 连凌空在他面前都如此不堪一击 修炼难度 堪如登天 竟被孟星爵给炼成了 应该是那天岛神光的功效 这古南都秘境 到底什么赖劳 王岐明 臭小子 我就不信 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出身卑微 竭尽天下才跑到这里 竟只差一场赛 就能不能传承的机会 能倒在这里 该死 给我怪你 战 战 战 谁胜了 谁胜了 说话居然败了 让他们只杀 别说 连个五国的少年都战胜不够 白白浪费一个名额 换作是我 岂会给那小子翻盘的机会 哼 这轮我玄州三名天才 对上五国三名天才 应该稳了 灵山危险了 若是换成另外几人 灵山都未必没有机会 但这司徒圣 三人中已踏袭最强 都在给灵山半年时间 或许还有胜算 现在还是太糟了 这三轮 应该是鬼仙派的黑袍青年 宇文峰 还有那司徒圣活生 嗯 嗯 嗯 一个五国之人竟然我费如此大的功夫 秦辰 居然是你 看来你的好运到头了 我会让他们看看 我萧金红是如何击败你们这些五国贱民的 击败你 我只要三招 本少倒是很想看看 你怎么三招败我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找死 隐隐隐蔬 风卷台云 有点意思 可惜还不够 可恶 再借我这一招 惊云无极 这可是第三招 这就是你说的三招败我 此人明明只是玄机初期巅峰的武者 怎可能三招击败萧金红 秦辰 这才是你的实力了 难怪此子之前和那幽谦学 胆敢违抗本少主 倒也有些实力 这样正好 希望古南都一致 能将此子安排给我 如此才能结我心头之痕 蒙虎下山 强王乾坤爵 强迫风云 再借我这一招 强王乾坤爵 强扫四海 来得好 好强的防御力 这是什么防御 绝无形的一枪 足以洞穿一座大山 怕是连五阶五宗 都不敢轻易去挡 请无法攻破 维青山的肉身防御 血兽蛮拳 血兽屯天 别急着草 再来 该死 违心一枪 给我中 给我破 什么 有点意思 可恢够 可恢够 看来只能如此吗 火云神枪 涅槃重生 该死 你 火败 血兽蛮拳 血兽蛮拳 满龙弑地 破 住后 天哪 太激烈了 还剩最后三场比赛了 帝天一和冷无霜都还没上场 我大魏王朝三场全胜 应该没什么问题 六人中 帝天一和冷无霜实力最强 鬼仙派还生一身 如果他不遇上帝天一和冷无霜 未必没有获胜的机会 此人运气居然真这么好 看来本少运气不错 在本少面前 你将没有任何机会获得传承 是吗 记住 我叫鬼影 恭喜 恭喜诸位获得传承机会 接下来 你们会进行十二进六 和六进三的对决 最终获胜的三人 将决出所有人中的最强者 现在 你们有半柱香的时间休息 我的身体 太不可思议了 弹指回春 这等治愈能力 便是九品地级炼药室 也未必能做的 这股难度一切 到底什么来头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 这三局排得不错 华天渡对战五国宇文峰 孟兴爵对战秦晨 还有地天衣对战维青山 五国之人竟然占据六个十二强名额 不过这场过后 他们就将被淘汰两个 但宇文峰和秦晨 这次必输无一 刘仙宗子 你的好运 在我这里终结 别冲 有两下子 刚才只是我的热身 接下来 才是我真正的攻击 前锋剑战 此次实力竟然这么强 怪能一路走到这里 血脉不深 有意思 此人就是血兽血脉 并且将血兽的特性 融入到了自身真理之中 形成独特的血脉防御 休要争护 随风前入夜 润无戏无声 消失了 连攻击都看不到 这还怎么打 看不见的攻击 既然看不见 何须去防 那锦尘人呢 早不见了 这就是你的绝招 不过如此 这一次看你还能怎么躲 差不多了 离婷血脉 一剑就破开了孟香爵的绝招 不可能 我怎么会败给你 攻击根本就杀不到我 先前只不过是我留守罢了 既然如此 这一剑 滚下来 我败了 老天 全是你秦晨胜了 你旋即初期巅峰的修为 击败旋即后期巅峰的孟星爵 此人是想逆天吗 此次的成长太可怕了 此次古南都大比结束 不管结局如何 此次必须死 可恶 收起你的膏啊 我会让你知道 武国之中也有天才 所谓的玄州天教 根本不算什么 太强了 可恶 再借我这招 我队探 我队探 你 打 你 你 化 太弱了 这才是我玄州高手的真正实力 许兽吞天 满龙势力 气势不错 可惜威力太弱了 给我等住 居然被他挡住了 我青山玄梯已经大成 防御堪比武斤武装 想击败我 没那么容易 再干 狂妄 先前不过是本少留守罢了 凭你刚才那句话 本少一招败你 是你权 青龙涅治 不堪一击 或许还有资格与本少一战 等现在 蝼蚁而已 太强了 只有半步武宗级别的天才 才有和他一战的资格 这是何等的霸气 不愧是地心少主 看来 这次古南都前三名 定是我们玄州三大天交了 五国的四名天才 居然碰到了一起 盖寺 这样一来 岂非至少有两场比赛 会是五国之人获胜 前六的名额 会有三个是五国之人 这人怎会如此之强 人呢 去哪儿了 完全看不见踪影啊 那油谦选要输了 他天赋再高 修为也只有旋即中期电动 根本不可能察觉到 那鬼影的所在 现在参与了